說到泰國,第一樣你想起的會是甚麼? 會不會是泰式按摩,還是冬陰工咖喱炒蟹? 但你怎料到這件事跟它都有關? 現在天下一的範疇很多 但天下一第一間公司就是搞後期製作 我們公司今年是10周年 2013年開始正式成立 一年初就有這個想法,想製作一個電影王國 這件事有點少許歷史 無論荷里活也好,香港也好 以前那些所謂的電影公司 全部都需要有一個後期的支持 決定搞One Crew Production 對一間電影公司來說,這是一個基礎 因為你自己有配套 就變成你工作就比較方便 當初因為我本身人在泰國 其實當年想叫我回來搞的 但有很多種種原因 泰國又太美好 所以都糾纏了一陣子 其實第一個想法是在香港 但是泰國在各方面來說 成本已經有一個基礎 所以一開就開了兩邊 現在你看到後期都是同一時間開始的 後期其實簡單來說是加工 一部電影完成 最最後一定要經過這個步驟 無論以前菲林年代也好 或者現在Digital也好 都是這樣的 朗筒一點說句就是 一部電影或者廣告拍完之後 如何將這些的稅料 變成一件完成品 所以後期製作基本上包括 聲畫的處理 當然還有剪接 其實剪接在後期製作比較前一點的位置 第一部是甚麼呢 第一部就是套片 套片這個術語 其實就在菲林年代已經出來了 不是現在才有的 英文就叫做Conform 無論廣告也好 電影也好 或者你們現在KOL 都是拍了一條片之後再做剪接 當然廣告和電影的套片比較複雜 因為片太長 所以會趨向於剪一個Roth Cut 這個Roth Cut 我們叫做低解像 Low Resolution 各方面都可以了 所謂的粗剪之後 我們後期就開始接這些檔案 就開始把原素材 組成一條片 這個叫做套片 這個就是第一部 到底套完片之後需要做甚麼呢 套完片之後 因情況而定 現在有些片 不多不少都會涉及CG或特技製作 這些CG或特技製作 比較需要更多時間 所以一般來說 一定是做這個 就是將這些他們選擇的鏡頭輸出 讓這種CG公司做短片 但這個輸出是什麼呢 導演或剪接會 consensus 這是 gambes 有多少條片 多少段要做CG 是有什麼牌照關卡的 這些鏡頭輸出 就被幫助我們 根據它 這輸出反的單純 delegate 地區及特技公司 為何要做úd HAR 拍攝的格式太多了 每種機器的特色 為了避免有混淆 所有東西都在我們做了一個中央處理 即是輸出一種格式給CG公司做 回來就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 同一時期 那個操展 我們收了之後 其實就應該開始做一個聲音設計 做聲通常要幾個月 其實你在電影裏聽的腳步聲 都未必是現場的效果 因為想加強那個戲劇效果 很多時候 即是你有一張紙 那個都是假的 於是 聲音設計的參與 已經開始很多細節上的東西 這個可以叫做第三部 其實我覺得第三、第四 其實差不多平衡時間做 基本上現在有些導演或攝影師 希望在正式最最後的教式之前 他們做一個叫做預調 P-grade P-grade 如果英文來說 這個教式就叫做color grading P-grade 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始終教顏色的是我們公司處理 但有時可能 攝影師或導演 會有一些方向 想做一個大廊 有時他們會坐在這裏 有時可能導演或攝影師 覺得有幾場特別重要 要抽幾場出來 做一個預調 選一些方向性的東西 讓他們再選擇 弄、弄、弄 我又回到最後 到最後還要溝通 我和你是說 用不著開名 快點 中文賞 中文賞